星期三,跑馬地野菜 蘇惟賢王牌生財 今季已經舉行過五次快牧谷賽事 練馬斯蘇惟賢的菊草王牌馬成績甚佳 全數跑入獎金名次 他今次打王牌上陣的賽區 可否取得佳職呢 大當家上季尾曾經在四班菊草 一千米兩道跑王鴨軍 上將復出雖然只得第五名 但只是落後頭馬一有四分一個馬位 經過熱身之後 大當家再交由田泰安壓陣 可否交出更強衝刺 另一匹王牌馬和氣身材 割續三班一千米 這匹自購馬上季出賽四次 獲得三次貴軍和一次第五名 演出準成 馬匹上季曾經入潘頓策騎兩次 都順利賞名 今個月初 潘頓策騎這匹賽區 以輕鬆姿態勝出試集 這場又可否爭取得更加名次 每次留意星期三跑馬地野菜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一晚的祖著先機 今次的賽事就是第十四個回合 今次又回到跑馬地 十月二十一號的星期三晚上 八場的谷草夜馬等著大家 賽道的選用就是施難轉施加三彎 7.3跑到一個頭場 安排是不變的 暫時來說就沒有馬退出比賽 先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個大彩池的累積多寶 三天那邊有的 二百二十幾萬個累積多寶 也都見到很多場次的報名馬 都比季初是踴躍了 都開始有些入局的味道 騎士的形勢方面 今次選了兩位 分別是田泰安和潘頓 先說他們兩位之前 也都跟大家說說 今次多了一位新騎士加入 就是法國的彭國蓮 上季都來過香港短暫效力 新手大家都見到鬥後勁 真是不錯的 但最終幾位 埋單哪位厲害點 賀明蓮、巴道、彭國蓮 三位都是法籍的騎士 今次選了這兩位 事關有好幾位 好叫助力、好多馬跑的騎士 都停賽 我覺得田泰安、潘頓 其實我研究了莫雷拉的手馬 莫雷拉的手馬就不算很強 所以我想田泰安和潘頓的乘數都較高 田泰安昨天就聰明 三位做了騎士王 但昨天記得做現場直播 Kitty也提醒我 原來潘頓今次做過一次騎士王 那個賠率有時都會偏低 大家自己去側重 停賽騎士有四位 分別是周俊樂、蔡明朝、史卓鋒 和何宅堯 當然了 可能騎士就要講求他的手風順不順 或者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頭兩三場 制宇好不好 或者順不順利 可能真的影響了 如下下來的賽事 他的成績 或者裸位的判斷性 田泰安很明顯就是這類型的騎士 總而言之之前可以的 他就會一直可以騎得很順 而連馬師方面 賀良都終於開了齋 希望繼續可以好下去 選了兩個馬房 分別就是徐宇石和蘇惟 三五場是四班的1650拆組 徐宇石是冷門專家 這次總數有七隻正選馬 藍莊家寶也是延遲家寶的 那場馬是出專一出王牌跑的 諾班出王牌還有一隻愛凡達 當然當中的馬有些冷有些熱有些半冷 都是可以留意的 蘇惟賢馬房有六隻正選馬 打王牌是第四場的大當家 還有第六場的和氣生財 其他都是邊線的機會馬 當然有時其他馬房 或者出馬不算是很多的 來到谷草又有可能可以發威 其他大家都知道 方家柏一來到谷草就很厲害 都是可以重視的 好 事不宜遲看馬 第一場賽事提起 去過重化的馬有五號和七號 四番千二個短途 一號馬藍莊之歌 這個狀態真的很聰明 五號馬初出安船 初用這個環形壓蝕口不鐵 六就脫眼罩 八也是初出宜昌勇士 初用這個環形口不鐵 四龍賽必馬膽 藍莊之歌 先看這隻藍莊之歌 其實這些馬在賽事裡面 已經證明了它是有這樣的能力 先跳過都正正常常 再隔這麼一日子出來再跑 其實課期沒有什麼很特別不同 再來二號馬就是桃花城 這隻是今早出跳的 過步它越來越順的了 這隻馬都放得比之前柔了一些 沒有那麼搶口的 跑就有些時好時壞 是呀 跑法經常都有點轉 好了 一看下去 當然我都明白這隻性感是很大隻的馬 但是好像很粗身 那隻馬 即是你說對比它以前 或者更加性 更加健身的時候 好像有些不同 再來輪到這隻灰馬的聰明者 這一課就是十五號招的草地 今早它都有跳的 在大圈那邊 力度都一般的 這隻灰馬 暫時可能都未及水準 好像有些撩身 交叉鼻灰 有些搶口 好 接著看看這隻安船 其實它上季呢 就已經在松化做了三個閘 回香港又做了一個閘 好了 接著又休息 接著又再重新 又再做過 總共今季裏面試了三個大閘 三個大閘 其實它一直都在松化居多 回香港的時間其實很短 叫做今早最後試跑跳了一貨 但是它的出閘 好像這些閘商都是稍慢的 它的市集 沒錯 這一貨就是今早回來香港跳貨 跟那隻第四場的有緣人都一樣 很少見面的馬 賞力的程度未夠的 好了 這隻炮子彈的入面 外面那隻是領寶峰 都出盡法寶 希望轉一下配備 又可以撤穿 有利共賞都撤穿 雖然不同馬房 有時轉換配備有些不同的 這隻就回了松化的橋郡 前面整個馬林圍住了那隻 就是有緣人的 紅色衣服 10月5日 只要試了這個松化集 今季這隻橋郡初出 試了這個集 其實我覺得它雖然贏了 但是你遠望 看到那個跑支動作 都不是那麼討好 有些惡哥的頭 馬騎起來 有些頸頸頂 有緣人就不是很多 1、2、3、4 蹲進去第六位 看過安哥 都不知如何 有時這些大集 又或者要配合其他東西 再看這隻橋郡 以兔 又是初鷹 就開始令這隻馬 其實就想它擺得定 這個頭 不過這些突如其來 又試過 是很好的 是的 接著輪到這些初出的馬 就是宜昌勇士 藍色衣服 第三個好東西 六十一 好了 宜昌勇士再看回 反而我覺得 希斯那些馬 不要那麼頂手好 大哥 我最怕它這些 一頂好像很厲害 頂就有 鬆下去就沒有 是的 接著就見到 宇宙紀錄試集 內蘭是電路7號 中間就是和氣生財 後面就見到龍船 10月9號的試集 這一組集 只有六隻馬試 宇宙紀錄 在中間的位置 當時都是巴道士 這個宇宙紀錄很小 這個宇宙紀錄 跳起來 感覺上 好像台形 不足夠 相反 你看前面的110 和氣生財 鬆給它 馬就彈掉了 電路7號 在內蘭不是太多 最後也有些轉弱 宇宙紀錄 新近大宙巴道士 全程都沒有換腳 經常都說 換腳不是厲害 你看多多保企 拉斯200多 一爆腳出來爆掉 喜盡知識 不換腳 那就會染覆蓋 接著見到喜右營 試一個跑馬地閘 前面帶放 就是成之寶 那隻就是第六場的 初出馬來 70分 閘都仍是潘頓市 但最終出來跑 就有無險東 反覆測試不同的配備 那是成之寶 今早我看到他下草地戴眼罩市 那些貨自骨集擺前就沒有 那為何不斷說他呢 因為那種喜右營不是太特別 其實下去都不是很追 有時又把配備脫下 有時又帶一下跳 不過我覺得這隻馬好像都不是說 好像沒有什麼方向感 你看到他都是 就是你順著走 不過叫熟了個場地 這樣沒有什麼力 反而這些呢 其實狀態保持得挺好的 以及已經有過不至一場的熱身 跳過挺好彈力的 這隻行運大慶 不過可能都還要等四班 等五班 這隻是奇怪的 鐵膽威龍 樹尾是緊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但一路跳功夫下來 沒有大閘 好像有些咒著 然後尖辣椒 都是一些馬脈跑的馬 十五號招跳的 都跟早前就分別不大了 頭場的賽事 四班跑千二米 這次就只有一組 四班千二 但我覺得這一組是非常弱的 很多馬根本都選不上手 我喜歡四重座的Feed馬膽 就是一號馬的藍莊之歌 上個星期六見潘頓試跑馬底閘之前 就是跳這隻馬 跳得很好 這隻馬很放鬆 就算你看到他上次 早前慢了閘 就是馬後追 一樣都交到應有的表現 只要這一組 你沒有特別的出錯 四名 我相信他多數都會有 例如你說領寶峰那些馬 拍跳都不夠火了 這次再上來跑千二 千二他以往七比零 所以我想這些馬不夠銳 即使你說谷草路程專家 都不敢選 所以這隻又一般 那隻又功夫不太齊整 後反性感 起碼都叫色贏 還有這些粗身大馬 熱個身 始終都比初出的好的 是的 即是已經說真的 即是就算數到性感 其實好像說都很粗身 不過有時候跑馬 不只是跑一件事 又或者其他的夾暗的形勢 可能他好都未定 那一號馬 南莊之歌 我講真的 如果你這樣算 他應該是能力很好的馬 但是這隻馬 最大的問題就是 整天都慢的頭段 他開閘的時候 他就慢一點 但是現在你想著 他預期前一點 但是他開始追一下馬 已經可以了 即基本上已經是 不止一次已經在賽事裏面 證明南莊之歌 一定在這個分領有好處 56分可以掛到頭牌 那不是強組別 那接著你再數 二號馬 好像桃花姓 口縮掉了一點 不需要那麼急 都叫做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兩隻都是青鮮 初出我寧願選8 二槍勇士 那頭牆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 安船的符號是Sovani 左泛尼 那這系馬 就來了香港這幾季 暫時都看到 似乎那些馬 都是比較遲熟一點 還有中距離賽 可能適合跑多些 那這系馬上季表現不錯 逍遙自在 安誠 勇敢王者 還有保得住 贏不了馬 很多都跑得接近過 整體計這系馬 暫時來說 我覺得中距離賽 比較適合他們跑多些 至於安船的母線那邊 厲害 有一匹同母的兄長 研究大學 研究大學 就是愛蘭打給冠軍 在歐洲就是享負盛名的馬 而母線加上其他成員 其實很多都是中距離馬 或者長些路程的馬 跑一里或二以上比較適合 個別有些跑短途都可以 交沙地賽大部分都會跑 所以夾了父母兩線 一群安船看來不像短途馬 跑到中距離賽 或者長些路程的賽事 會適合他們跑多些 例地賽他都很大機會會跑 蔡若漢馬王的初出馬 上季一出即乘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美麗非凡 和共創彬紛 宜昌勇士的肺 Animal Kingdom 動物王國 這系馬暫時來說 比較新一些 來到香港 上那陣子的馬 有的就是高友之星 和山徒 但暫時還沒有成績交出來 動物王國自己服役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記得他的 因為在2013年的杜拜世界盃 我們當時現場直播 他們就贏了馬那匹 而之前在2011年 他在美國也是肯塔基打比大賽的盟主 他服役的時候總共贏過五場頭馬 贏馬的途程 1,700米贏到2,000米 5次贏馬 不是黎地賽就是膠沙地賽 所以這系馬 應該黎地賽有很大機會會跑的 那至於宜昌勇士的母 是Reduce Choice的女兒 服役的時候 在悉尼贏過一場短途賽 贏1,000米的賽事 武線家族的成員 名氣最響亮的那匹 就是雅玲傑 雅玲傑原來就是宜昌勇士的外婆 在服役的時候 雅玲傑曾經贏過一級賽 在維省1千堅尼大賽冠軍 藍鑽石錦標也贏過 而武線家族其他成員 除了雅玲傑之外 還有一匹百里提 他也是跑得很好的馬 曾經在三級賽贏過馬 也目前是總馬 所以先夾褲褲褲 為甚麼宜昌勇士 初期跑短途應該有足夠速度 因為武線家族的馬 都是比較早熟跑短途多些 但跑下去 長力有些機會增長 因為動物王國贏到1,600米以上的賽事 所以這匹馬看來會很存在 由短跑到長 例地賽他很大機會會跑 宜昌勇士來香港之前 本身已經是希斯團隊訓練的馬 曾經在澳洲試過一次集就贏了 和他一起試集的第三名馬 之後第二名的匹 在當地也打開了勝利之門 大衛希斯今季重臨香港 暫時開季時間都是上短 未見到有初出即勝或者初出上到名的 希斯馬房的初出馬